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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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來 我要跟大家報告的就是說 那麼 這個名字被台灣的過去和未來的主權意義是什麼 沒有錯啦 就是說用這個獨立關稅領域 很奇怪 台灣 澎湖 金門 馬祖 獨立關稅領域 那其實這個英文 這英文的頭前跟後面有一個理論 都要省略掉 它是一個政府 它是說能夠 今天加入WTO的不是這個領域 領域是領土啊 領土是構成國家的一部分 領土不會講話 那管理這個領土的政權 才是施行這個關稅 還決定這個貿易的主體 所以不是領域本身成為主權 是什麼 是管理這個獨立關稅領域的政府 這個政府呢 在 WTO架構下面 享有 可以參與 各種貿易活動的 主權 那 台灣的主權 在其他的條約 或是其他國際組織裡面 是怎麼樣狀況 我們不知道 但是在WTO架構下去 這樣子的 他的條件 過去用這樣子的名字參加 還有包括剛剛我董事長跟大家 介紹的 在這參加過程之中 被各式各樣的會議紀錄 決議各國家的發言 那麼 來這裡限制的這種的事情 我們可以接受 我們承認 就是說 在過去 台灣確實 有他主權上的問題 台灣的人呢 也沒有 宣告獨立 也沒有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台灣在過去呢 一直都是 用回中國的一個政府 那麼他 遷移到台灣來統治全中國 這樣子的思考 在加入 所以 寧可自稱中華台北 中Chinese台北 他相對於 中華北京 是一個地方性的政權 所以我們蔡英文主席說 他是一個流亡政府 但是沒有 完全沒有錯的 因為只要 你今天 維持著 從1949年以來的 那個內戰狀態 一直到今天 用這樣子的名稱 用這樣子的觀念的話 那你就是一個 流亡到台灣的中國政府 只是這個中國政府沒有被承認 那可是呢 加入WTO以後是不一樣 WTO是我們台灣唯一一個 除了亞洲開發銀行 亞洲開發銀行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亞洲開發銀行 因為當我們台灣加入的時候 我們用了台北China 中國台北的名義 那當時雖然說 郭婉容在亞洲開發銀行 放了一個牌子叫康義中 但是問題是 台北China還是掛在那邊 台北China是很可怕的名字 那 亞洲開發銀行是 台灣在聯合國下面的組織裡面 唯一一個在過去唯一一個 唯一一個可以參加聯合國下面的組織 因為亞洲開發銀行是聯合國下面的組織 跟中國平行 可是名字叫中國台北 所以也許呢 是中國自己讓步的結果 不太清楚 但是WTO不一樣 加入WTO以後呢 那麼 台灣是一個新的 不再次叫做中國 而是叫做一個獨立關稅領域的政府 我們這個政府代表了 一部分的關稅主權 所以我覺得呢 從這個時候開始 我們大家 每個人都覺得流亡政府這個名字很刺激 所以都天天在罵我們蔡主席 那麼其實呢 要更進一步的說 蔡主席還沒講完 從那個時候開始啊 因為WTO 我們台灣加入了WTO其實 蔡主席貢獻很大 那麼 從那時候開始 台灣慢慢的要 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現在還不知道 它會不會做得成 但是已經慢慢 跟過去不一樣 不知道行不行 那所以呢 我在報告裡面跟大家說 這種情況很多 像巴勒斯坦 自治政府 那現在呢 巴勒斯坦這部政府呢 它之所以不能 它什麼條件都有 但是因為它沒有關稅權 以色列不給它關稅權 所以這個政府沒有什麼錢 它也有武力啊 它也有一部分領土啊 也有政府啊 甚至很多很多的阿拉伯國家都承認 可是它沒有關稅權 所以它還在努力中 那 有比台灣更糟的情況啊 那台灣還有飛彈 那有個國家連個 總統府都不知道在哪裡啊 我舉說好像在西撒哈拉 西撒哈拉的這個政府 那個到處的大帳篷 今天在這邊 明天在那邊 那它也是一個 它賣行 它對外也是宣稱 它要成為國家 它也有很多的 像非洲團結組織也接受到 所以呢 一個國家不會是瞬間誕生 加入WTO以後呢 台灣這個新國家 慢慢的在誕生 那這慢慢誕生呢 主要是誓理的啊 就是什麼 每一分每一秒都要注意 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 象徵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台灣人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沒有這個感覺 當我們沒有這個感覺的時候呢 再加上政黨輪替 這個事情就變得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說 像這樣子的一個 慢慢形成的政府呢 它慢慢形成的國家呢 它要靠一分一點一滴啊 去開始籌建它的主權 我們不知道哪一天 連台灣會被其他國家 接受成為主力的國家 首先當然自己要宣布 第二當然就是別人要接受 可是如果你每一天都很仔細的做 像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到現在呢 還不是一個國家 可是它已經發行什麼 發行什麼 巴勒斯坦的國際法年報了 就是說我已經要成為國家 對外我就聲稱我是一個主權國家 那慢慢的 總有一天 人家就會接受 那可是呢 今天就出現 ECFA這個事情 那剛剛 股東市長已經跟大家說明很清楚了 昨天呢 美國站在協會的理事主席也跟大家說 台灣是一個 ECFA的獨立的 完全 完全享有完全的 會員權力的 會員國 台灣 可以以 會員國的身份來跟其他的 會員國 這些會員國是不是 台灣的邦交國不重要 那 他當然也可以不願意跟你簽 譬如說 他跟你簽 邦尼協定的話 他可能會變得好像承認你 或是觸怒中國 那我不管 可是 你自己擁有這個權力是不是有問題 所以 過去台灣也跟很多自己的邦交國簽了 FTA 可是 我們現在就想請問大家 如果不是今天 董事長跟大家說的話 你知道台灣跟哪些國家簽過FTA嗎 FTA內容是什麼嗎 最早的是跟巴拿馬簽 那時候我們在編台灣國際法記簽 有一個機簽裡面 我都每個人去幾個月 台灣有簽的條約 都在簽在後面 以前 都只有兩三頁 所以台灣沒有任何的條約 台灣沒有什麼邦交國 有什麼好簽的 可是那個月就特別厚 那個月呢 那個台灣國際法記簽的以前的能夠不會高 為什麼 因為有加了台灣跟巴拿 這個自由貿易協定 那個自由貿易協定呢 非常非常的大 裡面牽涉到的問題非常多 我們剛剛有在注意 我們剛剛知道說 那台容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在關心 那不重要嗎 今天馬英九說 這些不重要 有些人說 要發生得到嗎 過去 過去雖然有錢 可是這小國家 他那天說 我們跟巴拿把貿易量呢 都到跟中國的幾十分之一啦 只有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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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是沒有用 第一個當然就是 我們台灣從來沒有 跟一個國家好好的欠一份 自由貿易協定 或是這麼厚 這麼詳細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們長期以來都 不是國際組織裡面會完 我們根本不熟悉 國際法 也沒有機會去做這個事情 跟巴拿馬簽這個自由貿易協定 是第一個練習 巴拿馬也很好 願意跟我們練習 第二呢 這個自由貿易協定 對台灣影響非常大 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 雖然大家過年也不是很認同 可是呢 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簽了這個貿易協定以後啊 很多的國內法要生著改 很多的國內法要訂 第一個被訂出來的呢 就是 台灣的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創作條例 要保護原住民的傳統智慧創作 過去人們覺得 這條是哪裡來的 為什麼突然想要做這個事情 因為很簡單 我們跟巴拿馬製的貿易協定裡面有過程說 雙方要保護對方的原住民的智慧主權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